這兩天我們看到有很多的爸爸媽媽跟阿公媽媽 為了這樣的恐慌 他們排隊去急診 排隊去做PCR檢驗 把小孩子帶去那邊群聚 這就是注釋了去年新北市封城類似級 準市級那樣的一個恐慌 製造恐慌不會幫助防疫 製造恐慌也不會讓大家免於被感染 我剛舉了新北市的例子 恐慌不會幫助防疫 恐慌也不會讓你不感染 就是他後面造成的說這兩天我們看到 有很多的爸爸媽媽跟阿公媽媽 為了這樣的恐慌 他們排隊去急診 排隊去做PCR檢驗 把小孩子帶去那邊群聚 這就是注釋了去年新北市封城類似級 準市級那樣的一個恐慌 所以反而把大家的關心 會造成新一波感染的可能 這個對我們的小朋友 對我們的長輩 甚至對我們的醫護人員的工作量 是造成更大的負擔 這個對台灣的防疫一點幫助都沒有 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反而造成更新的危機 我相信這也不是郭新一人的本意 但是國民黨做了這樣的操作 還說他要去自首 這是令人遺憾 我們是希望說在野黨 他們在這種大家有恐慌的時候 即使他不甘願幫助指揮中心 但是也不要製造恐慌 這一點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同理都可以特制得住 我自己也是為了父母 我上個禮拜五看到了一些兒童的老年案例 我也在臉書上寫的是 我們小朋友六歲的時候 腸病毒重症 七十一型重症 這直接到腦部 那你林隱醫師說 這就類似 這一次的肺炎 然後如果發病發腦炎的時候 類似腸病毒七十一型 所以我用林隱醫師所說的話 來提供我的意見說 大家如果小朋友確診 大部分兒童都沒有症狀 大家都可以陪陪他 怕有時候一些病發症來不及後 來不及準備 我那樣的發言的內容 也會被做成這種內容容常 把我小孩的腸病毒去掉 就直接說我的小孩也是確診腦炎 也就變成這樣子 一模一樣 同一群人 同一個模式 所以這樣一個製造恐慌的造謠行為 政府當然有需要去制止 我再跟大家報告 在這些網路上面這些發言 我在發前天 小孩子腸病毒這篇文章的時候 臉書也會自動警告我說 要提供COVID-19的證據訊息的話 請到相關官方的網路 你在Google上發言也會 那現在台灣有很多就是條綱密碼 連串發動製造恐慌 就是會有人信 就是會有人傳播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次 製造恐慌不會幫助防疫 製造恐慌也不會讓大家免於被感染 製造恐慌 製造恐慌 製造恐慌